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我最喜欢的湾区烧烤 我身边很多朋友非常喜欢Ace King 我们去过几次,每次无论几点去基本都要排队 我个人感觉他们家的烧烤偏南方口味 我个人更喜欢的还是在San Bruno的Smelling BBQ 这家算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啦 每次坐飞机回到湾区,我们基本都会路过吃他们家 时间久了就变成了家的味道 先说两道我们每次必点的系列 第一个烤冷面,里面加的也是双烤火腿 我个人感觉烤冷面是完全国内的原汁原味的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疫情好几年没回国了 以至于忘掉了国内烤冷面是什么味儿了 第二个烤豆皮,一吃到烤豆皮就很有童年的味道 店长是东北人,东北烧烤怎么能少了烤豆皮呢 另外一些基本的烤串像是烤羊肉串,烤鸡翠骨,鸡心,黄猪王火腿 我们也基本每次都点 不过这些几乎每一家烧烤店也都有 另外他们家的烤扇贝味道也是不错的 烤串蔬菜系列的话 叶哥每次都点的是烤茄子和烤韭菜 我个人比较喜欢烤玉米 但这次玉米烤的有点焦 另外我们经常点的非烧烤系列还有麻辣烫 但他们家并不是那种有麻酱的麻辣烫 就是纯辣的麻辣烫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点的叫炒方便面 也很好吃 这次我们试了一下他们家的锅包肉 个人感觉他们家比新中华美食的锅包肉要好吃 主要是肉比较多 外层炸的皮比较薄 不会是一口咬下去全是淀粉没有肉的那种 他们家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我们人群吃了大概30多块的样子 疫情前还要更便宜一些 说到这家店 老板人是真的好 我之前有一次把我一个还挺贵的包丢在他们家了 丢了还挺长一段时间 一直没想起来 后来找到之后老板说一直等着人来问 居然等了这么久 我的小节目搞了这么久才推荐他们家 也是我怕推荐完去的人太多 我以后去了都要排队了 哈哈哈绝对是开玩笑 好了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啦 下期见拜拜